名音師傅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PCMan 好 那個大家好 我PCMan啊 就是今天這個活動其實 今天這個活動其實那個KKBOX有贊助啊 大家那個 這個題外話先這邊先講一下 隔壁國際會議廳是我的師父正在講 JSERF第一次自干作業系統核心就上手 如果有人走錯今天請從後門 我2014年開始用電子 剛開始不會寫程式的時候都要他教我的 所以順便幫他廣告一下 平常我在內科上班 不是內湖科學園區 是醫院裡面那個內外婦兒都沒有的 那個內科 白天做那個晚上寫自由軟體 所以就是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寫軟體 今天的題目比較無聊 今天題目是要跟大家講 怎麼樣做一個檔案管理程式 還有做六年之後的一些心得 奇怪現在到2012年 大家都在上雲端做Mobile 為什麼怎麼會有人在做傳統桌面 還做那麼沒有人要用的東西 而且已經有大概幾十個檔案管理程式 為什麼要多做一個 因為目前有的我都不喜歡 那所以 有一些其實做這種東西 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 有一些人做軟體就是 他覺得越多功能越好 像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原本95年是這樣子 那到了快2000年 2001年又變這樣子 那後來又變這樣 再變這樣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那另外一些人是覺得 每一次改版都要拿掉一些功能 讓他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尤其是把大家要用的拿掉 那像這個就是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變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不能有一個正常一點 就是剛剛好夠用 然後不多不少 然後看起來又比較正常 那不要有一些奇怪的UI 那既然沒有 就是自己做一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會開始這個專案的原因 那這東西其實是2006年開始的 那時候 我們自由軟體社群 有個Debian開發者 叫做Andrew 他送了我一台 筆記錦電腦 他是2006年的時候送我的 可是那台筆記錦電腦是1995年製造的 那所以可想而知 現有的所有軟體都跑不動 所以只好自己做一個 那做完之後 當初做這個東西的目標就是 就是要可以跑在那台1995年的電腦上 那它的速度必須要很快 要很輕 而且那台電腦只有64M的記憶體 所以一定要有達成這些目標這樣 但是同時它又不能用起來太奇怪 譬如說需要打一些emax的指令之類的 對 就不能太奇怪 它又是一個正常的UI這樣 那最好還可以符合就是Gnone的這個 就是人影介面的一些設計 這樣哪天還可以把它取代掉這樣 所以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就有立下這些目標 而且這個絕對不是給就是 電腦愛好者來用的東西 就是連你阿嬤都可以用的東西 對 好 那可是其實寫一個檔案管理程式 並沒有它表面上看起來簡單 雖然你看到就是一個框框 上面有幾個圖示 可能你就點了兩下 它就開另一個目錄 看起來就非常的簡單 可是在這個簡單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艱辛啊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這個檔案系統的讀取呢 是一個很花時間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 其實尤其你讀到比較大的目錄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很好的一些 就是一些multi threading多執行序的處理的話 其實它的UI會卡住 那可是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你檔案上很多的操作 事實上都會需要這個東西 而且甚至如果你有支援一些遠端的一些檔案系統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預期你按一個按鈕下去 它多久可以回應 所以就是變成所有東西都需要有一些multi threading的設計 就讓整個事情變得比較複雜 那另外就是說 雖然說你會看說好像你平常在linx底下下一個LS的指令 那就會印給你一串檔案的清單 可是其實不是這麼單純啊 因為 因為 UNIT上面的一些檔案 像一些它檔案類別的識別跟Windows的作法是不一樣 因為Windows上它都是用副檔名嘛 你副檔名取tst它就是文字檔 你等一下把它改成png它就會把它當圖片 但是在linx底下不是這樣子的 尤其是我們的檔案也不是依賴副檔名 那如果你認不出來那個到底是什麼檔 你就只好開來裡面看一看 所以它先天上就存在一個一定會比較慢的限制 就是有的時候你必須要開進去看檔案裡面的內容 那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當然這件事情就是 你大概找不到哪一個system code會幫你做這件事啊 就是當然要自己做 那後面會介紹 因為有別人已經做了 所以後面會講 那但是其實它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說 你平常在命令列底下刪掉一個檔案 那你怎麼知道它到底刪掉了沒 你可能會LS再看一下在不在 可是如果是圖形介面不能這樣 你刪掉了 那圖形介面上面那個檔案就要不見 而且不只是你刪掉 如果是別人刪掉它也要可以不見 所以你必須要可以偵測到就是檔案的一些變更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不同的作為系統上的做法全部都不一樣 那例子上面是用iNotify啊 那FreeBSD用KQ 然後所謂的只是用FAM 反正有很多不同的技術都在做這件事 可是每個都有每個的問題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檔案的托放啊 剪貼部 其實連剪貼部的格式在不同的桌面中間其實也沒有統一 所以如果你到可以支援他們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那再來就是說你到底要選哪個應用程式來開這個檔案啊 或者是其實包括你 你今天插了一個隨身解上去你要把它掛載起來 其實這個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上面的支援方式都不一樣 那在不同版本的Links上面支援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就整個非常噁心啊 那包括像Links上面那個還有一些就叫做FreeDesktop的一些標準 那這些東西其實像包括你的你的檔案如果丟到回收桶 這個回收桶到底要回收到哪裡 連這個都有一個spec在寫 那它就不是一個什麼recycle資料夾丟進去那麼簡單 其實它蠻複雜的 那這個東西做起來就是一個讓人不太愉快的經驗 那還好是有一部分有人做好了 所以其實這東西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單純啦 所以我們其實有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說其實不同桌面之間它雖然說有一些所謂的共通標準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通啦 就跟HTML理論上所有瀏覽器都會通 但是實際上不行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需要multithreading 但是問題是GTK本身它是不是一個threadsafe的library 所以如果你用GTK來寫圖形界面的話 你就要有一些mutex啊 自己做那些locking 不然你如果在不同的thread同時存取到GTK 你的層次就會掛掉 那Windows API在這個部分做的比較好 你如果從兩個thread讀同一個Windows是不會有事 可是GTK是不行的 對 再來就是說在不同的作業系統當中 它其實有一些system code都不一樣 那你可能還要去你的一些configure裡面 偵測它有某個header才能做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剛剛那些free desktop 那些spec其實是非常的繁雜 那每一個印出來大概都有好幾頁英文這樣 你全部看完還是做不出來 就是很麻煩啦 那再來就是說那怎麼去偵測你這些什麼水分碟插進去 拔出來這些東西 那你怎麼去偵測這個 其實這些都不一樣 那尤其另外就是說剛剛講 還有一些就是performance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很多的動作都是重複有一些磁碟的存取 那再來就是說有一些檔案可能是位在遠端的 那這時候這個動作可能就會很慢 那所以就是必須要做蠻多catching的動作 那不只是always幫你做catching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還要自己catching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說有一個檔案 譬如說像今天是一個 有一個檔案你開在資料夾裡面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正在下載當中的檔案 那它可能每一兩秒鐘就會變更一次 那你的畫面就會一直不斷的刷新 如果你就造了那個file mode 丟給你的訊息 給它造了更新的話 你的UI很快就會就會 你就會發現你的cpu的使用率就會開始衝高 那這個就是其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容易的地方 其實會有很多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得要偵測一些它比較大量的操作 然後適度的把它的頻率給它減少 這樣你的UI才不會卡住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GTK Plus 在畫出文字的表現上不是那麼的好 那還有它的一些UI的操作其實 就你做單一的操作都不會很慢 可是如果你把它大量這樣操作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盪住 然後你的cpu使用率就會衝高 那所以你必須要從你的城市裡面很多地方 去想辦法把這些比較大的動作給它拆開 或者是再另一個thread給它做完 然後再想辦法讓它減少那些UI的update 所以其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事情 那剛剛講的這些很噁心的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人幫我們做好呢 其實是有啦 後來就是那個Glib他們那些開發者 他就把以前放在Gnome VFS裡面的東西 把那些東西拿出來然後把API重新設計 那就包裝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叫做GIO這樣 就是他們的東西都一定要G開頭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IO當然就是處理IO的問題 所以就是把這些東西封裝在他們的API裡面 那像那個把檔案丟了這種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他們有實作了 不過這個你要有裝GVS才會動啊 沒有裝GVS 那個GIO本身是沒有這個功能 就它可以丟了這種 但丟了之後你就撿不回來 那它其實也沒有內建把它復原這個功能 復原功能要自己寫 它只有做一個丟掉的功能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檔案內容 檔案型態偵測這個它有內建 但是用起來其實有點慢啦 所以我們後來是用一些比較奇怪的方式來把它完成 那再來就是說像Desktop Entry 就是城市的捷徑 這個其實它也有資源 但是它的資源有少一些東西啦 而且它如果你這個城 你如果用它那個 它裡面Desktop Entry支援來開一個城市 如果那個城市是跑在終端機的話 它預設會呼叫Ganone Terminal 而且這個東西是寫死在GV的城市碼裡面 它處理的方式就是把一些市面上有名的Terminal 給它列一串 然後一個人檢查 找到一個人就開一個 那第一個檢查是Ganone Terminal 當然裡面不會有我們的 所以這個讓人不滿意啦 所以這個部分就不能用它的 那再來就是說 那那個ViriumManager呢 這些磁碟掛載這個它有實做 但是你沒裝GVS就不會有 那再來最慘的是其實一個不太好做的東西 就是那個縮圖的產生 但是這個東西它其實沒有提供 那這個就要自己來 那再來就是說 它雖然有提供一些File Monitor的功能 可以讓你監測檔案性能變更 資料夾裡面有哪些東西新增 哪些被刪掉 可是它其實蠻多問題的 而且在不同的平台下 它實做的行為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有的時候會沒收到訊息 有的時候會收到兩個訊息 那反正你要自己想辦法就對了 所以沒有像它的Document上面寫的這麼漂亮這樣 實際用過你就會發現是有點問題的 那另外它有封裝一些常用的一些IO 比如說檔案的移動 檔案的複製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 你不要幻想說有個函數 丟兩個檔名進去 它就會移過去 其實它那個很低階 我等一下秀給大家看 這個是怎麼用GIO的API 把一個目錄底下的檔案列出來 那也許你以前在 你以前在寫一般的 用一般的那種POSIX的API 你可能就只是一個 open directory那種 就是一個函數 然後就開始讀每個entry 不過像那個GIO 它就會多一個東西叫cancellable 這個東西就是為了讓它可以在 不同的thread下執行的時候 你從maththread還可以去把它cancel 所以這個算是它設計的比較好的地方 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它把它封裝在一個enumerator裡面 那就有點像那種iterator的概念 你可以一個一個去把裡面的檔案拿出來 但是這樣子做 它其實實做的算不錯了 而且這個部分是multithreading 是可以用的 不過它這個還蠻慢的 而且它裡面浪費的記憶體其實還不少 而且它傳進去這個參數的話 你需要檔案的哪些屬性 比如說你要它的檔案名稱 你要檔案大小 那它傳進去這些參數 每個都是一個字串 然後它就會把那個字串再解析開來 再看你要哪些東西 再拼湊給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是還蠻 如果你有看到它裡面的程式 其實還蠻噁心的 那就是剛剛那個東西生出來之後 你就循序呼叫這個API 就會把那個目錄下每個檔案的information 回傳給你這樣子 那那個file info 這個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container 它裡面其實就是一個key value的 一個key value pair的方式儲存的 你給它一個字串的key 然後它就把value給你這樣 那那些key就是你剛剛前面傳進去的那些字串 所以你就一個一個call這些API 然後一個個傳字串進去 然後它再把那些value找出來給你 那你做了一大堆這種動作之後 這才是取得一個檔案的information 那你的目錄下如果有幾千個檔案 你可以想見這個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為什麼sfc在換用gio之後 就突然變慢了 我想跟這個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們當然不能用這個 那所以我自己在做這部分的時候 其實針對local端的檔案 我是有自己重新再寫過一套 就沒有用這個 只有把這個用在網路的一些部分而已 那再來就是說 像它當然有一些函數 可以幫你把檔案做一些移動啊 複製這種 就是你給它一個source 給它一個destination 然後那個檔案 你會想像 那個檔案就應該要跑過去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就 它雖然說它的優點是 它有提供一些 那個progress callback 這就是說它如果這個檔案 在複製過程當中 有一些進度 它會把那個進度回傳給你的這個函數 那這個在製作那個progress bar是蠻方便 可是這個東西 那第一個它還是很慢 那第二個是說 它一次只能處理單一一個檔案 那沒有辦法處理整個目錄 那要處理目錄一定是 目錄裡面的檔案都要先搬走 它才可以處理目錄 它只能處理一個空的目錄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source跟destination 是在不一樣的device上面 它就不能處理 所以你要自己去偵測這個狀況 然後自己把它改成copy 然後再自己把來源的檔案再刪掉 那中間的 如果有發生一些IO的錯誤 就是你要自己處理 所以其實這個還是蠻低階的 那至於監測檔案系統的變更的話 它是有提供一個file monitor 這個工具 那你就給它一個檔案的路徑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monitor 當然它裡面的底層 在linet上面是用i-notify 那FreeBSD它就用KQ啊什麼其他的那些機制 它會幫你弄 所以你就不用去煩惱 它另外還有一個是FAM的後端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它在裡面 幫你把那些噁心的事情都做完了 那這是它的好處 可是其實它有時候會故障 然後對於某一些特殊的路徑 它會沒有辦法偵測 那或者是說 它有時候會產生 就同一個檔案會同時產生 有一些重複的一些event產生這樣子 而且其實在不同的系統下面 它的行為會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使用上要注意 需要做一些自己 做一些額外的檢查 那再來就是有一件事情 我發現是說 如果你正在監測這個目錄 它如果 你又用一個mount的指令 把另一個檔案線 我再掛在那個目錄上的話 它這個就沒效了 就是它只能針對i-note的那個節點 做這件事 如果那個目錄被其他那邊掛上去之後 它就失效 但是FAM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用gio這個它就不行了 這個也是後來發現一些bug才發現的 所以其實除了這些表面上看起來 已經不錯的東西之外 底下你還是要做很多苦工 沒有那麼愉快 那既然都要做這些苦工 那我們就找一個苦人 來把它做一次就好了 那那個人就是我 所以我把它做了 那大家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library 來做後面的事情 對 那這個呢就是 我自己寫的那個檔案管理程式 我把裡面的核心給它抽出來 弄成一個獨立的library 所以其他的程式就可以調用這個library 就把那些噁心的事情做完了 那你就不用再花時間去處理那些事情 那這個特點是說 它並沒有依賴任何特定的桌面環境 它其實底下就只需要那個glib GIO這個東西 它不用裝整個KNO 那你也不需要去裝什麼KIO 或者什麼其他一些 就是它沒有太多dependency 其實就只有少少的 而且程式也不大 那對大部分的 Free Desktop的那些 那些spec 大部分還可以支援 而且比較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就把它核心的一些檔案操作 跟GI部分把它拆開 那這個目的很明顯 就是哪一天 要把它弄到別的平台去這樣子 可能換一個tool kit 不過目前是還沒有這樣做 但是未來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應該是目前GTK裡面 能夠找到大概可以運作的 最快的一個檔案管理層 是其中之一 而且這些API其實算 我自己覺得設計的蠻乾淨的 就這樣反反覆覆改了好幾年 應該算還可以 那還算可以用 而且最近有一個外國人很熱血 就幫我們把大部分的函數都標上了 那個都標上了一些註解 還加上那個Document這樣子 所以現在你可以用這個DV Help 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直接插我們的API Doc 就是你可以查每個API的用法 當然 講是講每個 其實大概只有六成有Document 剩下就會再補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這東西目前是我們的LSD的計畫一部分 這東西其實蠻多使用者 所以有很多人在使用 很多人在測試 那算是它的比較好處 最主要好處是 開發者是台灣人 而且你認識他你也找得到 所以他也講中文 所以有問題你就沒有給我就可以了 這個是其他外國專案沒有的好處 那不過其實以前 前輩很多慘痛經驗都告訴我們 不要Live Demo 所以我本來是沒有要Demo 可是這樣子就有點無聊 所以我們還是來Demo一下 怎麼樣利用這個Library 就是在100行的C code的以內 就是弄出一個File Manager的雛形 那這邊特別要強調的是 我做的是Dual Panel的 就是左右兩邊 有點像Commander的那種樣子 因為大家一直在批評說 我們的File Manager沒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Demo裡面 讓大家看一下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就沒空做 對 為了避免發生意外呢 我之前已經寫好了 好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執行的樣子 現在上個年紀不適合現場寫 跑起來就像這樣 啟動很快 那這個就是一個Dual Panel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Bar跟那個 跟那個GTK那個File Choose的那個對話框裡面那條很像 那Gnome好像也有這一條 那XFC也有這一條 可是我告訴你 GTK裡面沒有這一條 這是自己寫的 我們一人寫了一條 對 那所以我就幫各位提供的這個元件 你用了這個Library 你可以直接引用這個 你就會有這一條 那 就是 OK 你可以發現這個非常的 流暢 快速 對 那 另外就是說 像GTK Plus 它原本這個 如果你選了很多檔案 然後按右鍵 它會把你所選的東西全部取消 只剩下你目前點的那一個 屢試不爽 那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去 讓它不要把它取消 然後再做一些事情 讓它可以顯示這個選單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的畫面呢 如果你的畫 如果你的畫 如果你的畫面被所有的item佔滿了 那你看你一次選 都是點到整整行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點空白的地方怎麼辦呢 哈哈 GTK沒有空白的地方 那 那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點到不是檔名的地方 就取消 對 那個其實GTK 它設計是有一點問題的 所以有一些苦工要做啦 那就幫大家做完了這樣 所以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譬如說 我看 找一個來 找一個比較武害的目錄來實驗好了 我們現在把一些檔案丟過去 直接拖曳 就是它就開始跑 其實速度蠻快的 有一個漂亮的ProResbar 好 時間不夠了 剛剛有人提示我 我們把它取消 對 新的檔案就出現了 這樣就丟掉了 所以其實你做這些操作 它UI都會有一些對應的 那當然它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這種表列式的功能 因為其實完整的File Manager 是像這個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開起來非常快 你根本沒有看到我怎麼開起來的 那其實該有的都有啦 就是 這個是我們原本的File Manager 就是前幾天出了1.0版 廣告一下 那 磁碟掛載啦 就是該有的功能其實是都有的 那同樣的功能你在這裡其實也找得到 因為這個元件就是剛剛裡面用的那個元件 那右鍵你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這個是可以用一些extension來擴充的 只是這個還在實驗中 所以這有點雜亂 所以你只要直接套那個元件 你就會擁有這些功能 那怎麼套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程式的進入點 你就只要初始化GTK 然後初始化我們的FM GTK 然後再來這邊建立主視窗 我們跳到這邊來 我們建立視窗 如果你實在看不到這個字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提供網址 這個上面都有中文註解 大家可以回家看 那我們只要建立 這個是GTK本身的程式嘛 跟我們的Library沒有關係 你建一個主視窗 然後再建一個HBOX 把一個視窗割成左右兩半 就是大家 大家剛才看到這個HBOX 就把它割成左右兩邊 然後 左右兩邊分別在建立那個 因為左右兩邊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要建立一次 然後讓它跑兩次 就可以建立兩邊 那 就是建立這個Pen 這邊比較噁心 那 我們取得了這個 使用者的 Home Directory的這個 這個 這個路徑 之後呢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看一下 就是可以用這個路徑之後 我們可以拿到一個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個 Folder的物件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 都是封通在這個Library裡面 然後直接就有一個 FolderView可以讓你直接用 那你可以設定 你要怎麼排序 然後 你要單選還是多選 單選就一次只能選一個檔案 那要不要顯示隱藏檔 然後 接下來就是這邊的話 我把那個 切換目錄的程式寫在這裡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路徑 給它一個路徑 然後從這個路徑 它就取回一個 Folder的物件 那這個 Folder的物件就是 封裝了那個 那個 那個目錄 那這個目錄 你可以透過這個物件 知道哪些時候 有被新增檔案 然後哪時候 有被移除檔案 中間那些細節 我都做掉 你最後只有一個API 就是檔案新增的時候 你會被呼叫 那檔案移除的時候 你會被呼叫 而且檔案的資訊都已經 幫你查好了 所以兔回來給你的那個 File Information的一個 Data Structure 就是該有的都有在裡面這樣 那你也不用自己下去 刻那些做苦工的東西了 你直接把這個Folder 設定給一個Model 那再把這個Model 再套給那個View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畫面了 View就是這個視窗 Model就是裡面的資料 那控制這些資料 就是底下那個Folder的物件 所以就這三層 你跟它加在一起 丟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指定那條 PathBar 讓它指到這個路徑 那它就會自己 畫這些按鈕給你 這樣就結束了 剩下這些 只是在處理 右鍵選單了 那選單也有一個現成的元件 就是給它一堆檔案 然後叫它生一個Menu 它就會把那堆檔案的Menu 生給你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 各種程式 如果你需要這個狂 你需要這種 這種介面的地方 你都可以用 像是這個 其實就可以用這種換掉 就是 大家未來可以在其他GTK程式裡面使用 好 那這個是簡單給大家看一下它 用起來長什麼樣子 不過 這樣就結束了 好像有點早 對不對 所以 給大家一個驚喜 大家小心了 就是 我昨天晚上開始要把它Pow到QT4了 對 這個要特別感謝這次 這個來我們這邊 KD的幾位朋友 他們給我一點啟發 我昨天還順便問他怎麼Debug這樣 所以我昨天晚上已經開始進行這個QT 其實前天晚上 所以這已經開始了 好不好 那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工作是 就是把GTK2的部分改用GTK3 然後 QT4這個 昨天晚上已經開始了 那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東西 要再用到其他的LTE的一些component 那另外我也 我也研究了一下 有沒有可能再移到其他Toolkit 那 FLTK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不支援跟那個 Glib的MainLoop integration 但是我有找過 你只要把RUNCC這個檔案 給它patch掉就可以了 不會很難啦 但是因為我沒有在用 所以我沒有做 那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去找那個RUNCC這個檔案 應該不會很難改 就是把它用Glib重新實作一次之後 應該不用超過一個晚上 它就可以動了 樂觀的是這樣估計啦 不過 那個當然是只有核心的部分啦 還有一些其他什麼檔案托放 那當然要另外寫 那Enlightenment其實是有可能 因為它本來就有Glib的資源 那應該是可以直接套進去 不過還沒有人試過 那也是希望借這機會 如果有喜歡使用這些 比較罕見的桌面的人 可以拿去試試看 好不好 那 光說不練這樣不行 這樣 要給大家一點驚喜 這個是Q4的版本 一樣快 一樣快 對 有一些選單是假的 還不會動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其實 其實是可以的 這個好像不會動 對這個沒有 對 所以其實初步已經有一個樣子了 所以 哪一個 哪一個 好 好 所以其實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實你不是做這個行業 你有一點小時間 你愛玩 你還是可以生出這些東西的 而且其實還是可以做成國際化的 專案 那 要讓世界上人知道 台灣在哪裡有很多方法 如果你體力好 你可以做這個 如果你體力不好 你可以做這個 如果你 你的手臂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做這個 那我們身體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做這個 好 這個是我們的方法 謝謝大家 我們還有大概三分鐘 有沒有 能有問題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說 如果說 我們後進的人 接下來想要寫 Desktop 程式的話 你會建議用GTK還是用QT 謝謝 這個就是 其實這種事情本來就是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沒有人知道這兩個Toolkit 明天會怎麼樣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GTK 就覺得GTK完蛋了 結果最近Nokia又出事 所以到底誰會贏 我們也不知道 那 最好的方法就是兩個一起學 所以我昨天就開始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開始學QT4 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了 好那我們再一次掌聲 謝謝PCMAN